那再來呢 我要第三個要講說企業 各位未來可能 也不見得都會當律師法官 很大的一部分呢 會到企業 包括金融機構 包括其他的公司 長號去做法務的人員 或者法尊的人員 我剛剛講過 compliance或legal的人員 那你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這個是勒森的前董事長 許金融被收押的照片 他呢 各位知道勒森的案件嗎 他是一個遊戲的廠商 然後呢 他宣稱說有人要 公開收購這公司的股票 最後呢 很多的股東就把股票 tender進去 最後公開收購 沒有完成 要買的人錢沒有進來 後來呢 去了解 其實這整個這個過程 都是他主導的 主導 他背後就是 他跟其他的人一起 來籌劃之位的 炒高公司的股票 像這個福斯汽車排氣造假 對不對 這麼有名知名的廠商 可是他的柴油的排放的標準 卻是透過程式來造假 造成這個公司非常巨額的損失 那麼 這個在美國反多拉斯法案呢 對於這個友達呢 認為他因為跟 這個其他的廠商協議 面板的價格 也就是這個電視面板的價格 所以呢 他呢 遭受到重罰 那這個呢 副董事長跟他的業務副總呢 也被判刑 他最近那個 這個業務副總好像也有出書 如果各位 有空也許到書店去翻一翻 他在獄中的心情 他是一個非常高階的經理人 最後因為這個案子陸遇 對他的人生有很大的轉變 可是我們要想的是說 有沒有辦法去避免 這些事情發生 我想他也不願意啊 所以會發生這種狀況 一定是他可能是不知道法律的規定 或是沒有那麼小心的 去處理這個法律的規定 不是嗎 那這個台塑 這個 這個有一個 這個他做這個 這個採購的職務的時候 他篡改了516個標案 然後呢 把旬假日期修改 然後找特定廠商來投標 結果呢 獲利超過這個 2000萬人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企業啊 這些採購 採購的人員 他很有可能發生是跟外面的人勾結 所以就會造成公司重大的損失嘛 因為你買貴了 對不對 回扣流到個人的口袋裡面去 這個在一些上市公司 都有這樣的一些例子 那我們法律法務法徵人員的功能 企業的法務或者他律師給的意見 只是在後腿嘛 只是在告訴你這個不能做 那個不能做嘛 那這個當然第一個要需要你企業的經理的人員 包括董事會都要能夠理解 當你的法務的人員 或你的compliance提出警告的時候 或是認為這個可能有不適法的情況的時候 你應該是更為小心 而不是認為說 我現在就是要衝一個什麼業務 所以呢 你們這一些學法律人就是只會暢衰 甚至於我們的客戶常常講說 好我知道這個是違法 但你給我想一個保證合法的方法 問題是你整個交易的設計就是不合法 我要怎麼去給你設計一個它會合法的方法 所以這個也牽涉到我們法律的人員跟公司的人員的互動 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去告訴他說 我這樣做 其實是幫助公司避免後面更嚴重的違法的行為 包括民事跟行事的責任 企業的違法的行為可能導致企業營運的重大影響跟損失 甚至會關門 2001年的安隆案就是造成這個 這個Arthur Anderson 這個當時是全球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 一夕之間 因為安隆這個案子 垮掉 一夕之間 那再來就是說訴訟是不得已的手段 其實契約的約定的旅行還有日常法遵的行為才是企業法律活動最常見的行為 很多人以為說只要只有到了打訴訟的時候才要找律師 但是這個對嗎 你的契約都已經你的亂七八糟 到了要打訴訟的時候要怎麼救呢 你每天這個日常的業務的行為 就是在實踐法律的遵循的具體的行為 你賣一個黑心的這個什麼滴溝油 這個食品的問題 難道它不會有後面法律的責任嗎 所以這一些每天的日常的業務的行為 包括我們做公司的法務 或是做公司的compliance 我們要善尽我們的職責 除了我們自己也有責任 我們也是在幫公司避免這些違法的行為 那所以我們要如何運用法律 從事商業競爭的活動 以及為公司爭取最適當的利益 譬如說是過去我們認為專利的登記或保護 只是到了最後別人侵犯我們專利權的時候 我去告他對不對 我們過去的一些想法是這樣 我去登記專利只是為了要去告他嘛 反正有人侵犯我的專利權 那我就去告他 這個沒錯 是這樣子也沒錯 但是我們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 或它的法務 它會利用這一些公司的權利 對於公司的商業的競爭 或者它的這個行為做一些規劃 譬如說我們有很多的科技的公司 當他去告另外一家公司 侵犯他的專利 他有時候是要阻止什麼 他的競爭者進入這個市場 因為這個後期的競爭者 可能他大幅的要 這個什麼 在可能要拿走你的客戶的時候 那我透過這個專利的這個訴訟 事實上呢是要帶給包括這些 這個競爭者以及使用這個競爭者的產品的 那一些客戶讓給他們壓力 那再來呢有很多人現在把專利的 把專利的權 專利權授權給跟他合作的客戶 對不對 我變成是一個 我可以組成一個 Alliance 就是說是像是 或是我的Partner 我的這個 跟我比較友好的 這個集團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專利授權給你 讓你呢能夠比較能夠願意跟我合作 所以法律的 權力的內涵或他的本質或他的運用 在各個領域都在發生變化 所以我們當然也要作為一個企業的 法務或者說是這個法律的人員 也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的法律可能不是只有作為最後防禦的用途 我怎麼樣善用這個權利 能夠為我公司爭取到最適當的利益 而且是在合法的範圍之內 那我今天最後一個主題 講的是接閉者的保護法 Hustle Blower 也就是吹哨者 我們 其實 在上市櫃公司的 公司治理事務守則裡面呢 上市櫃公司早就已經 被建議要 設置跟公告 它內外部人員的檢取的管道 並建立檢取人保護的機制 但是這個不是強制的 因為它是疑 所以它並不是因 可是我剛剛講過說 像剛剛我講的 企業裡面的採購的弊案好了 其實誰會最知道那個弊案的發生 或可能有弊案 誰 你覺得會是誰 檢察官嗎 誰會最知道那個有 那個 可能有弊案 或是說已經有弊案 內部的員工嘛 甚至於搞不好是那個 自己在 自己在 做 採購弊案的 本身的員工嘛 因為它可能是一個集團的行為啊 對不對 最後我良心不安了 或是我不想再做下去了 或是還有一種情況 我跟我的老闆吵架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出 我跟你搞不好 所以我就出來檢舉你 但是這種企業的白領犯罪 我剛剛講過 你要舉證 事實上有很大的困難 對不對 所以如果有檢舉的制度 你就比較容易可以察覺 或查知 或是追查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揮搜博爾 他也有什麼 很大的問題 就是那個檢舉曝光的人 他可能他的職位會不保 他的家人會受到威脅 包括他自己 他可能被調職被解雇 這些都是有可能 如果沒有給他適當的保護的話呢 他未必願意出來什麼 檢舉 那現在法務部 擬去了一個揭蔽者保護法的草案 也就是揭蔽者要具名 你不可以匿名哦 要具名 可以向受理揭蔽的機關來檢舉 這個受理揭蔽機關包括檢察官 司法警察機關 還有陣風的單位 那麼檢舉以下的事項的時候 才會被揭蔽者保護法所保護 包括呢 這個獨職罪 貪污職罪條例公務員服務法 還有違反公務員利益衝突回避法等等 你是可以揭蔽的 但是在這個之外就沒有 在揭蔽者保護法的範圍 而且我們現在揭蔽保護法 對於這個保護的範圍 它只有什麼 公對公或私對公 對不對 你看到 這一些都是公務員的罪責嘛 有沒有私對私的 有沒有私部門的揭蔽者保護法 這個目前還沒有適用到私部門 所以一個企業裡面 如果他有一個員工 他要檢舉他的上司 他的副總經理 有拿廠商的回扣 他跑去跟檢察官檢舉 他有沒有適用這個法 沒有 因為這是背信罪啊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一直在 debate的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法律 只管到公部門的 沒有趕到私部門 是不是一個適當的方式 那麼揭蔽者 第一個 禁止報復 不能夠什麼 對他的身份啊 獎金啊 直奉等等 給予他什麼 不利的處置 重視解除變更或 這個 給予他依法令 器用或習慣上朽因 或搶有的權利 第三個 對他為強暴脅迫 侮辱騷擾或其他干擾的行為 譬如說每天跑到他家前面去 站在那邊等他 或是上班的時候怎麼樣 用言語 或用其他的方法去侮辱他 辱罵他 但是有一些是不受理的 對不對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揭蔽者明知他 揭蔽的事實是不實 或是他為了要獲取不當的利益的時候 他就不受保護 但要明知 如果他只是懷疑的話 有沒有受保護 還是受保護 那麼如果 你就是對著這一些檢取的員工 做了不當的行為的話 誰要負取證責任說這個是適當的 是公司本身要 你這一些機構啊 就是你這一些機構自己要負責 那麼違反本法的規定制揭蔽者或他密切關系人 就是他的配偶啦對不對 這些子寫 受損害的時候要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是如果證明他故意過失不在止限 那麼受理機關呢受理了之後 他因爲必要的調查 所以可不可以吃案 可以吃案嗎 不能吃案 另外呢 他也可以請求其他的機關 或法人團體 提供必要的資料 再來呢 他要把調查的過程做成紀錄 最後呢 他要將結果要通知揭蔽者 也就是人家來檢舉 你不能最後就把他吃掉 你最後結果呢 是要告訴他的 再來是保密的要求 對於接避者的資料呢 到時候要因以代號為之 不能介入他的姓名姓別 出生年月住居所等等 那麼簽名有保密的必要的時候呢 要用其他的方法來取代 包括納指印或簽寫代號等等 另外呢 你的原本要令行製作卷宗 那麼接避者在接受調查的時候呢 他可以依到他的要求 蒙面變身變相 視訊傳送或其他方式隔離 而且呢 任何人呢 不應該洩漏 可以這個 足以識別他接避者身份的資料 違反的話是要這個處罰的 我們接避者保護法 對於法 就是說對於那個受到騷擾 或者說不適當的 這個措施的接避者 是可以向法院 或這個檢察機關呢 申請這個接避者保護書 就像那個家暴一樣對不對 你要去申請這個保護書 他現在呢 也可以請求 你要呢 提供我必要的保護 保護的範圍呢 禁止特定人對於受保護人 騷擾接觸跟蹤 通話 通信或其他干擾受保護人的行為 如果違反的話呢 是處三年下有其屬於圖刑 疾疫或病科 或科 五十萬元以下的罰計 還有我們都接避者 我剛剛講過 他可能本身就是什麼 他所檢取的不法的行為裡面的 一份子 我剛剛講過 他為什麼會出來接避 很有可能是他自己良心不安 有可能是他跟別人搞不好 所以他出來接避 但在這種情況底下呢 接避者 你來提供這個資料的話呢 接避者在弊案中所設的 自己本身所設的刑事犯罪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行政責任也是免 可以減輕也可以免除 但是要審酌他的責任的輕重 跟公共利益的維護 也就是說呢 你不能說你來檢舉 就一定是減輕或者是 這個免除其刑 譬如說你來檢舉 你只是單純做報復 或你檢舉之後呢 你也不配合提供資料 對不對 我們請你提供什麼資料 你也不配合不提供 像這樣子呢 對於衡量這些行為的時候 是不是要減輕或免除其刑的時候呢 都要去這個注意 那但是現在接避者保護法 還是草案 但是金融業是已經 金管會已經對金融業呢 要求在內機內控的時候 要開始實行 所以對金融業而言 Facial Blower的保護 已經是一個 法令要求的事項 現在只有金融業 現在只有金融業 那麼金管會在金控跟銀行業 內部控制跟計額知識 法裡面要求 金控跟銀行呢 要設立職權行使獨立單位 受理檢舉案件的調查 身份要保密 也不可以做不利的行為 不當的行為 利益衝突要迴避 那麼 要有一個檢舉制度通過董事會 包括任何人發生犯罪舞弊 或違反法令都可以 而且是資餘喔 他不一定要是什麼 一定要是違反 只要有資餘都可以提出檢舉 他可以受理的案件的類型 他的管道 他的調查的流程回避 還有後續處理的機制的 標準作業流程 還有他的檢舉人的保護措施 受理調查過程結果 還有相關文件製作的記錄跟保存 還有他檢舉的案件 最後處理的情形要通知檢舉人 被檢舉人呢 如果是董事 也是非常高階的董事監察人 或職責相當於副總卿以上的 管理階層的話呢 他的調查報告要呈報至 這個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要副審 也就是說你不能自首今天 那如果發生調查之後 如果發生是重大偶發事件 違法的行為的話 就要像什麼 相關的機關通報或告發 而且要做教育宣導 這個是9月31號要開始施行 我們在保險跟證券業裡面呢 也有類似的規定 那保險業呢 是要在11月29號開始做 今年10月 證券業呢 是在11月30號要開始施行 那坦白講喔 這Kristall Blower 我們過去處理這麼多案件 因為 Histall Blower的案件其實是很難處理的 我剛剛講過說 這個會出來檢舉的員工呢 有時候他跟這個被檢舉人 或者說被 或者跟公司之間有一些恩怨情仇啦 那這一些狀況 裡面呢 而且有時候涉及到 如果是高階的主管的話呢 你要處理事實上是很困難 譬如說被檢舉人是董事 董事長 總經理 副總 坦白講 你一個compliance 要來處理事實上是有困難的 第一點我們很多 在企業裡面的法務 或法尊的人員 可能未必有實際從事過調查的工作 他可能未必實際處理過這樣的案件 你要怎麼訪談 要怎麼收集資料 其實有時候都有實質上面的困難 所以有一些企業呢 他也會委外給外部的律師 或會計師 或其他的比較適當的 外部的單位來做 那麼再來就是說 公司受理檢舉 他的程序的公正性 隱秘性 還有禁止報復的這個 這個措施 還有設計 這一些呢 都是你在設計整個制度的時候 必須要思考 怎麼樣去保護這個被 這個檢舉人 讓他能夠不會受到 不當的這個處分 的措施 然後呢 不會讓他受到不利的行為 這樣子呢 還能讓這個不法的事件 能夠提早的曝光 那麼再來就是我剛剛講的 公司可能處理這個事情 他的能力跟經驗不是那麼豐富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你要怎麼樣去尋求 包括律師的 外部律師的協助 而且有一個獨立的第三人 可能對於高階主管 你要訪談 收集資料 也會比較有獨立客觀的 一個立場 而且這個可能會涉及到 後面的一些 當你調查結果出來之後 那到底要不要提請法律的 這個程序或行為 等等 那這個恐怕都牽涉到很多 法律專業的知識的判斷 那所以我們的法尊的人員 或我們這個法律的人員 除了參與之外呢 那麼如果有其他的這個 外部律師來協助 當然對於公司處理這一些 虧說不樂的戰艦會比較容易 那所以我們在整個檢舉的制度裡面 要怎麼扮演一個適當的角色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所以我們法律人 在企業的日常的運作裡面 其實是可以扮演很多的角色的 我們一直會有新的 問題或議題出來 那這一些議題 很多都跟法律 或者法律的遵循是有關係 那各位呢 這個身為一個法律人 我想在整個的 各式各樣的這個日常處理的這個 跟這個法律有關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也建議說可以經常的來思考 自己可以扮演什麼樣一些 更多的功能 更適當的角色 而不是只是 又以我們過去的這個傳統的 訴訟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我想今天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是不是就講到這邊 看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不曉得各位 我們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各位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今天 因為時間也比較有限 所以就跟各位有關於金融風暴 有關於這個法尊的 這個法務跟法尊的人員的一些 功能跟角色 還有洗錢防治 還有 Whistleblower 這些比較 各位平常可能比較少接觸到的議題 各位現在大概比較多都是在念 民刑法啦 民事訴訟 刑事訴訟 那這些基礎的法律的學科 當然也很重要 但是我剛剛講說呢 這個法律的環境 企業經營的環境 我們的社會 都在快速的變化 我們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也希望各位呢 有這個機會 能夠多了解一些新的 面向的新的問題 那麼也可以呢 作為一個法律人呢 也可以在你的這個 不管是從當學生的角度 或是未來 到社會上工作 也能夠提出你自己的看法 扮演你適當的一個角色 那不曉得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於今天講的內容 台灣現在對於 投資銀行的資本計劃 有沒有什麼很系統的管理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比較大的限制 第一點就是什麼是投資銀行 這個要先定義 因為在 投資銀行的業務 通常它 像在美國大部分投資銀行的業務 其實是比較類似像券商做的業務 我們其實在過去 為了發展投資銀行 台灣也有工業銀行的制度 那就是在銀行法底下來管理 那 到現在為止 其實台灣的法律 我剛剛講的就是用業法 也就是用業別來區分 根據它的業務的性質來做區分 所以我們並沒有一個單獨的 投資銀行規管的法律 或是特別對於投資銀行 進行規管 而是以它做的業務的類別 來做管理 如果它歸類是證券的業務 像是成銀 像是這個 成銀啦 股票證券的發行 有它證券的發行 那就會由這個證券交易法來管理 如果它做的事比較是跟 銀行的貸款 有關係的東西 那就會依照銀行法來管理 所以它是按照它的業務的性質 來做管理 有沒有像大陸證券會一樣的 行政部門 能夠出台相應的管理辦法 這樣 我剛剛講過說管理辦法 就是說管理辦法 它來自於有法源 對不對 就是說你要先 那法源現在我剛剛講 就是台灣它是用業別來做管理 所以呢 它一定要先在銀行法底下 在證券交易法底下 或在保險法底下 它有授權它可以做出台這一些辦法 那它才能夠規管 那我剛剛講過說 它就業別這個部分 其實都有相關的管理的規定 我想法律經常的問題 對 就是您可以想一下比較典型的 我理解的是不是說 去或許調查 比如說外國的某一個 你的這個一個法律行為 在外國是認為是違法的 但是在本國是允許的 然後需要調查一下 就是外國法律 它有這些什麼 是不是很典型 法律遵循的工作 其實就是要確保 公司的行為是符合法律的規定 它是 不見得 國內的案子也可以 譬如說公司它要進行一個 行銷或促銷的活動 那這個行銷或促銷活動 或是它的這個活動的設計 有沒有違反了什麼樣的法律 非禁止 也是說錯國際業務 對 但是不以那個為限 其實這個理由 比如說一個國際業務的話 比如說美國法它認為 有行的是違法 比如說就在港版國領域 它認為違法 但是本國法律 確實要就是允許你這樣做 它沒有就是任何規制型的 規制的法律 那就是這方面也能抗辯的幾個 沒有那就是要看你的 就是說你的內國法 允許你進行這個行為 不能夠作為你違反外國法的 抗辯的室友 譬如說像美國有這個 對於企業的賄賂 就反這個反貪腐法 它是有這個限制的 也就是你不能為了拿到這個商業的機會 而賄賂其他公司的人員 可是在台灣裡面 我們現在對於這樣的規定 其實是還沒有法律的規定 但是我們很多的 像美系的企業 它自己有這樣子 公司有這樣的一個Policy 那但是剛剛講這個情況裡面 它即使在 譬如說在台灣是違法這個行為 在美國就構成違法 就台灣沒有這個法律限制 但是它已經構成違法 就像這個 所以可以直接依照美國法律來處罰 對 比如說金融業 它實際上屬於一個非常公法的理由 不是粉碎私人的交易行為 那美國的法律 因為它首先它不正是本國的商業 或者是經貿業 它對於就是譬如台灣 一個災害 就是國外的幾種規制 它應該按理說是沒有法律效力 但是法律上 是不是可以有這個 我的了解是 坦白講 機會很小 剛剛講說 我剛剛講說 像歐盟最近的 歐盟的個資法 它也是有意外的效力 所以你台灣的企業 你依照本國的個資法 收集這資料沒有問題 但是你違反歐盟的個資法 在境外 你直接依照它 因為它的歐盟個資法 就有境外的效力 你有域外的效力的時候 你違反了它的法律 你即使在域外 它也可以進行處罰 所以各位不要想說 我躲在一個保護傘底下 我內國法這個允許 或是沒有處罰 就一定不會觸犯外國法的問題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過去 比較容易 大家會忽略的 對 因為我們過去會認為說 很多在台灣的企業說 歐盟個資法跟我有什麼關係 但是歐盟個資法 它明文就規定有這個 意外的效力 所以你如果收集歐盟的 這個個人的個資 沒有依照它的法律規定的話 那就會有受到處罰的這個風險 但是我就假釋一下 就是對於這種大公司 它這種處罰是相對合理的 但如果是比如說 一個小做法 一個台灣的一個小生產者 然後他比如說 他身材手工的皮鞋 他要出口 然後比如說 他違法了萬 就是抵定美國的這個 抵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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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是 如果是 他不能抗命的話 因為他的行動呢 比如說他是 但是 涉及到 涉及到傾銷 或者是 不足之駕 他在美國 是違法了 美國的一些辦法 但是 能在台灣 是 沒有規制 或者合法的 他作為一個 小的生產者的話 這種處罰 會不會 對他來說 不公平 這就要由美國的法院 來審理 這就要由美國的法院 我們剛剛講過說 像 違反這個歐盟的法律 我剛剛講 它的個資法 它是可以處 這個 它可以處到 最高可以處到 它全球4%的營業 我剛剛講過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 法律的執行 它 就會由它的法院 來進行 所以剛剛講的是 你即使是台灣的企業 它認為你要 在美國監獄服刑 它就會 它法院做了這個判決 你就必須要遵守 那我們過去的經驗是 你要說 內國法是允許的 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難性 而且坦白講 凡傾銷 或者說剛剛講的 以現在的法規的環境 我大概也比較少聽到說 譬如說 價格的協議聯合的行為 在美國是合法 在美國是違法 在台灣也是不被限制的 應該也這種機會 現在 以現在的這種國際環境 基本上是很少見的 但每一個國家的法律執行上面 是有具體的不同 但是我剛剛講過說 你跟 就是說以現在的 我剛剛講過說 以現在的這種高度的連結性 包括貿易 包括金融的交易的高度連結性 我們的很多的廠商的企業 常常會以為說 這個東西跟我們無關 那當然我可以理解說 其實它可能沒有資源 或沒有這個管道去了解 可是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東西也沒有辦法 作為一個實質的抗辯 只能是它良心上面 或是才華上面的一個參考而已 好不好 好 我想我們今天就談到這邊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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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